即將回到活動現場 再次提醒大家 我們接下來會進行的是 線上提問系統 歡迎大家掃到我們的QR Code裡面 我們今天slido的密碼是1101 您可以在上面進行提問 或者是針對別的夥伴們 提出的問題來進行按讚 按讚數越多的 票選數越多的題目 我們到時候會請主持人 來優先的進行提問 現在我們在活動現場 是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所主辦的青世代創創論壇活動 剛剛兩位講者 在前面一個時段跟大家分享的 覺得都非常的一個精彩 是的 我覺得這一兩年 在校園裡面的創新創業的風氣 開始有不一樣的一個改變 我記得我14年15年 進入到校園的時候 不管是前面很優先的學府 或者是科大 我發現那些孩子 其實面對創業的這個議題 好像都還是覺得有點懵懂 或是有點遙遠 可是我覺得這一兩年開始有了一些 新的變化跟新的一個樣貌了 孩子開始主動積極的來提出 然後該如何進行創業 創業第一步會是什麼 那我開始做下去之前 我應該要有做好哪些 勾客跟準備 然後也開始找了幾個同學 或者是夥伴 開始針對自己的想像 或者針對自己創新的一個題目 開始做一個擴張 所以發現最近這些 這個創新創業的議題 還有市場的氛圍 有了非常微妙的變化 也讓人覺得更受鼓勵 覺得這個風潮越來越熱 那接下來我們很高興的 今天有機會可以邀請到 政務委員唐鳳來到我們的一個現場 他今天要來跟我們分 為大家進行 我們今天最後一段的一個主題演講 題目是 從社會企業到社會創新 這個題目非常美好 相信它會給我們帶來 更多的一個新的想像 還有面對未來解決社會問題 更好的一個期待跟啟發 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歡迎 唐鳳唐政務委員 大家好 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那其實我的演講 一向都是沒有固定的主題的 剛才主持人有講 這個社會創新跟社會企業 剛剛螢幕上有出現 開放政府跟青年參與 然後slido上面又有 好比像說打電競 還有沒有前途啊 等等的這些問題 基本上大家問得出來的 我都會回答 然後我們會花30分鐘的時間 我盡我的所能 把我能夠回答的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那如果有一些是 我比較回答不出來 或另外的兩位講者 有比較多的意見要分享的話呢 我們這些問題 接下來也可以進入 我們的一個問答的 panel的地方 那如果還沒有上網的話 可以連到slido.com slido.com 然後1101 就是今天的日期 然後就可以按讚 然後贊數高的會浮到上面 然後浮到上面 我們就會優先的來回答 那我想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 通常就是在這種場合 就是要匿名的 才會有比較挑戰性的問題 對不對 就是如果有劇名的 常常會問一些 就是比較是 matter of fact 就是事實性的問題 但是劇名的就會問一些 非常有挑戰性的問題 有位朋友問說 相比於海峽的對岸 在AI這個領域 就投入了大量的金額支持 在金額無法相比之下 請問我給我鼓勵 創新創業的想法和做法 有什麼樣子的不同 我想這邊 這位朋友他指的其實是 對岸對於AI 在如果你是本來就已經開了一個 像AI相關的公司 或者是說你有一個 AI相關的科學研究的題目的話 他們確實有一些 所謂的千人計劃 這些計劃 能夠讓你從 就是國外本來正在 交類似的事情的一些教授們 或者一些創業團隊們 吸引去那邊創業 那這個其實也不只是對岸 各國都有很類似的一些計劃 那台灣這邊當然也有一些 相關的 比較是屬於學術界的 像玉山學者等等的計劃 不過我想這個的 AI的重點 它其實並不是一個單一的技術 然後大家把這個技術發展好 就沒事了 AI它在現在這個階段 以我們就是之前做這個研究的人看起來 它是把大家腦裡面不假思索的事情 也就是說你要花一兩秒 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們人呢其實在 好比像說開車的時候 很多是反應式反射式的 如果你現在看到 好比像說螢幕上的字把它唸出來 這個也是不假思索就可以做的 你看到一個人的人臉 然後要說 這是我的哪一個朋友 這個呢也是不假思索 一兩秒就可以做到的 我們目前並沒有很好的證據說 這個階段的AI技術 能夠處理人要10秒鐘 20秒鐘 才能夠做的事情 那可能需要全腦模擬 那可能是相當久之後的事 我們現在這個時代的AI差不多能夠做的 就是人腦裡面某一個中枢 它不需要跟別的中枢 有太多的互相的溝通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從這一小部分認知功能被放出來 然後到身體外面去執行 那這個想法其實就像 剛才傑明有提到的工業革命的時候 把一些肌肉的動作 變成由機器來執行 或者更早人類發明火的時候 是把我們消化系統裡面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把食物弄成更小的分子 方便吸收等等 那這些當然移出去之後 都增進了大家的生活品質 但是它當然也有可能造成社會的一些危險 就是火、蒸汽機、工廠 這些都曾經造成過這些問題 所以怎麼樣發展AI 而不要造成好比像說 系統性的歧視的社會問題 或者是怎麼樣發展AI 然後讓它能夠融入我們的生活 不要變成好像說我們要推自駕車 然後明天自駕車就開始滿街跑了 而是說我們可以在一個測試場域 然後去觀察人跟自駕車之間的互動 慢慢慢慢從慢速、從中速、從高速 等等的這樣子一種人跟機器之間 兩種智能互相適應的這個過程 這個才是在現在AI裡面需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這邊要強調的是說 AI並不是一個領域 AI是每一個領域的重新思考 現在多了這樣子一種新的東西 大家就可以去檢視說 自己在工作上面有哪一些是不假思索的 我們工部門叫做榮工的 或者是說在馬克思會叫做異化的這個工作 我們去檢視在工作裡面有哪些部分 是大家不斷地在做不假思索的工作 這些本來就讓工作比較沒有成就感 或者比較沒有價值感 是這些工作我們挑出來之後 可以融入AI的技術去把這些部分自動化 而不是把人的整份工作自動化 人的整份工作裡面 相當多的部分並不是在做這些不假思索的工作 而是在跟其他人進行溝通 進行價值的創造等等 所以在這些部分的創業 它幾乎按照定義就是跨領域的 它不是在AI這個單一領域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在就是行政院 除了一些數位方面的就是行政數位化等等輔佐之外 我們在創新的時候特別在強調的 其實不一定是完全是青年幾個青年去創業 它當然青年創業的過程有沒有看到說 最好的能夠真的解決社會問題的創業團隊 常常都是跨世代的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想要解決 比如說生長者他的空間設計的問題 那也有一些社會企業是實際開發出一些APP 然後讓這些生長者不再只是收到補助 而是他可以去變成都市的設計師 然後去告訴整個城市說 你要怎麼樣設計變成對我們更有利 翻轉過來讓他們採取主動 像這樣子的一種創業的過程 它的團隊勢必就不可能全部只是青年人 那它也必須要有就是跨世代的交流 而且還有第一線就是厲害關係的人 身上什麼自己的參與等等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這種跨世代 跨領域的太陽才比較容易造成它的社會影響力 那之前這個其實就是副總統來的時候 我有跟副總統聊 最近常常在跟就是其他人聊說 其實我們創業 我第一次創業的時候是1996年15歲 那個時候確實就覺得這個可以學一些管理 學一些會計 學一些行銷很好玩 然後自己寫了一個搜尋引擎 或寫了什麼很多人買這個很有成就感 可是很快當你開始做過一兩次這種事情之後 這個成就感就差不多了 因為就是學習一個好像一個遊戲一樣 把它學會之後就沒有那麼好玩 那接下來再鼓勵很多創業家繼續創業 其實是他有沒有造成社會影響力 他有沒有解決社會的問題 他有沒有讓他可以再跟他的朋友 或者他的爸媽說 我最近在做這個時候 對方說你讓社會變得更好 對 因為其實不然的話 就是錢賺到一個程度以上 其實就沒有太大的差別 然後熟悉這個遊戲規則到一個程度以上 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現在我們常常看到說 當一個團隊他建立了社會影響力 或是他在某一個地區真的幫助那個 我們想像中偏鄉或者災民 好像是等著政府來救 可是他可以翻轉這個 讓他們變成就是能動的這個主體的時候 他跟這個地區的連結是很緊密的 而且他會有一種自我實現的感覺 那這個時候你說 國外要就是用一筆大錢把它挖過去 他可能根本沒有想要過去 因為他的生活事實上是在創造這個價值 那所以我想這個東西 它並不是什麼很高調的 而是說你只要投入創新創業 大概長到一段時間之後 等最基本的這些規則熟悉之後 接下來的工作大部分都是這種跨領域的 發揮社會影響力的工作 那這個我覺得才是我們在鼓勵創新創業的時候 不可或缺的一個方向 有一位朋友問說 近年來相關的部會推動創客 也就是Maker的這個運動 做了很多Maker Base製造者的中心 那當然Maker不等同於創業 但是目的之一還是要激發創業的可能 看起來也是殊途同歸 那但是各部門資源的投入 是否真正改善創新創業創業以及創客的環境 是否該思考各部會如何整合如何分工 這非常好的一個問題 其實當時Maker它的教育意義 當然是大過實際的實業的那個意義 Maker大部分想要做的就是說 讓那些覺得生產覺得硬體 創造各種可能性 舉一個例子來講 像我們就是iPhone X嘛 最近刷臉這個很紅嘛 但是它後面 不管是這種3D的 點雲的建模啊 掃描啊 光學啊 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硬體上面的一些發明 一些創造 然後它反過來讓軟體的人說 原來有這種新的可能性出現 最近像Google跟HTC 就是有一個DL嘛 那台灣即將變成Google最大的一個硬體的總部 那其實我覺得這也是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因為在以前我們在矽谷工作的時候 常常覺得這個Google是一家純軟的公司 他們是非常非常軟體文化的 就是完全每個人都是將軍 沒有小兵 誰也不用聽任何人 坐在桌子上 你也不知道誰是創辦人 這樣子的一種極為平等的這種文化 那這種文化在軟體是非常好的 因為軟體你就是要鼓勵創新 鼓勵失敗 失敗了大家有學到就不叫失敗 他們沒有叫失敗 只有叫Pivot 叫轉進 那就是反正不斷的轉進的結果 就是說大家都可以快速的去修正 即使犯了錯誤 反正軟體馬上更新就修好了 但是在硬體就完全不是這樣 硬體它注重的是效率 然後注重的是它的實命必達 它不是沒有99% 這個一個做的99%好的電池 如果爆炸了就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就是說它的那個要求那個量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且它必須要一兩年前就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東西 如果好比商量Google它之前比較不熟悉的話 它在坐自駕車或它在做很多需要結合硬體的工作上面 就會碰到這種文化之間跨文化溝通上的困難 或者是會變成它們設計好了 但是實際到了現場才發現說這個沒有辦法擴大 那Google之前有過很多這樣子的例子 所以反過來講其實也可以說是台灣這邊透過Maker教育 或透過這種讓大家對於硬體不再覺得它是一個黑盒子 就像我們的AI教育就是要融入不同的各課 不要讓大家覺得是AI就是一個黑盒子 你要工程師才懂 就像法律不應該是只有立法委員或者是政務委員才懂 而是應該大家都要有一些基本的法律素養 是完全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隨著越來越多人知道 大家可以一點點一點點用這樣子的技術 怎麼樣跟改進自己的生活 一個3D印表機它不一定要用來做什麼很厲害的這個產品 你就算只是練一個你就是有一個易開罐 像可樂打開之後喝了一口 那它的那個氣泡就會慢慢冒掉 那等一下我就會用按3D印表機印一個蓋子 它就把它這樣蓋住就好 對不對 它並沒有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發明 可是它就是解決一個生活上面非常容易碰到的問題 所以之後可樂就不會變成糖水這樣子 那像這種事情我覺得這種我們叫chip and cheerful 就是像slido這種就是你應用了一下 它改進了一下我們溝通的一小部分 但它又不是完全取代掉任何一個特定人的工作 這樣子的部分才是maker教育 我自己覺得應該要注重的方向 就是說它不是說每一個人都要變成要去做maker bar這台機器 但它要讓硬體跟軟體的文化 這種快速疊代的文化在跨領域的組隊上變得更容易 感覺上就不是說我完全不要碰完全不要懂 而是每個人都懂一些有類似的語言 這樣子才比較容易 所以我想不管是相關的各個部會 科技部 經濟部 或者是教育部 其實也是在做這些跨領域的計畫的過程裡面 透過這些maker的program 各自更了解到彼此在做什麼 要各自去彼此配合 那這個也是我們在行政院推動這種 非常跨領域的專案的其中一個目標吧 就是說如果現在創業還有比如說兩個人 一個是年輕人 然後一個已經很資深了 但是他創業的時候完全就是在創年輕人才懂 那資深長輩不懂的 那這樣溝通上就很容易出現摩擦 那反過來講如果是這個傳統產業 然後這位資深的朋友非常非常懂 那感覺上年輕人只是來幫忙做一些設計 做一些宣傳包裝 那這邊也會覺得就乖乖的這樣 但是我覺得AI這種新的科技 或者像VR這種新的科技 AVR 像AR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就是寶可夢 之前Pokemon GO出來的時候 我們常常會看到就是爺爺奶奶帶著孫子孫女 或者孫子孫女帶爺爺奶奶 其實你不知道是哪邊在帶哪邊 一起出去抓寶可夢 因為這個對雙方來講都是全新的東西 並沒有哪邊特別懂 沒有哪邊有三四十年的經驗 所以雙方都可以在這個當中彼此學習 然後有所共同的認知 那當然他們中間那一輩也可以幫忙 好比像說騎車或開車一直開在時速30公里之內 就可以一直抓之類的 就是說每個世代都有自己可以貢獻的地方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我覺得才是 真正的跨領域的學習可以出現的地方 這是一個具體的回應 有位朋友問說 常聽到教育部的朋友說 這個教育部服務對象是在學的學生 畢業之後就不是服務範圍 是不是青年發展署也是一樣 是只想要營造創創的風氣氛圍來引發在學的學生 還是有更長遠的規劃跟想法 剛好這個我跟廚長有稍微討論一下 所以可以幫忙他們做一個回答 其實青年發展署是很有趣的 他在教育部裡面比較沒有法定非得做什麼的 這樣子的一種執掌 反過來講就是說 這邊是一個是各種各樣的新的點子的一個組織 所以大家都相對的 就是因為跟青年接觸 然後我們之前在對談的時候 我在青年樹也是用slido 然後就一堆匿名的公務員 就是青年樹的朋友們 然後就提了一大堆這個非常非常厲害的 這個想法啊主意啊點子 然後據說他們到現在開會都還是用slido 然後希望還有保留這個匿名留言的功能 所以大家就有非常多很新穎的一些想法 像幫青年樹設計一隻老鼠當代言人啊 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很多新的主意 那所以我想在這個裡面 我們是難得的能夠在公務部門裡面 有一個不受法定非得做什麼東西的限制 然後可以試一下就是說 我們叫做以需求為導向 就是說好比像我們最近在空總 開了一個社會創新實驗室 那那邊呢其實就是之前的社會企業聚落 以及青創基地 那把它移到那邊去 那我每個禮拜三在那邊上班 我這邊演講完就要回那邊了 那所以再三邊的好處就是說 所有做社會創新的人都可以來找我聊天 但找我聊天並不只是純聊天 而是這些在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他自己碰到一些問題 法規上或一些詮釋上的一些問題 那我就可以馬上交給正確的部會 我們大概有八個不同的部會 一起在那邊叫做和屬辦公 那就是即使不在現場也可以在線上 然後及時解決大家的問題 那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說 當大家有一個共同的題目 就是要解決社會的問題的時候 感覺上就不像公務員一直會覺得說 我是圖利特定的廠商嗎 或者是說我是在關說嗎還是怎麼樣 我們知道這整個過程完全的透明公開 主自搞完全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其實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公務員只要一確定 他自己在這方面的角色 可能我要負責這三分之一 這五分之一 這七分之一 大家都非常勇於創新 大家最怕的就是說 我創新了這七分之一之後 剩下七分之六不歸我管 是通通都跑到我頭上了 那我的角色就是要確保說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我們常用的做法就是 這樣子的新制圖 像我們明天要去澎湖 去討論他們那邊的一個海洋的公園 海洋的國家公園要不要化成禁魚區 那我們所有這種案子 它的那個相關的機關就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們在處理每一案的時候的重點 就是確保每一個部會都知道 自己在這種新制圖裡面在什麼位置 然後有哪些可行的解法 那我們現在大概每一兩個禮拜 就處理一次這樣子的例子 像之前處理Facebook購物詐騙啊 等等的案子 所以就像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像這邊有一群自救會的朋友們 就是消費者他們很不喜歡 Facebook上面一直出現一些購物詐騙的機器人等等 所以他們就提了一個就是 他們希望解決的一些方法 後來就發現說這些方法其實相關的 他們的部會就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們現在所謂的一種創新的做法 就是引入設計思考 去讓這些人進來 不是只是陳情怎麼樣而已 而是邀請說 如果現在是你 如果現在你是微政委的話 你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跟各部會的朋友 具體的這樣子坐下來談 所以後來就發現說 其實各部會的朋友們 在這種每個人的規則 都很清楚的情況下 交通部也會說 那我們就可以在貨運上面去做一些改進 宅配上面也可以做一些改進 然後拆封驗禍的規則等等等等 所有這些其實都有事情可以做 那所以就不會大家就是 因為民眾就會覺得說 我提出來的點子 每個部會都有可以參財的部分 那裡面如果有小部分 我們沒有辦法參財的話 那我們就是說好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Facebook應該要做的 他應該要加入台灣的商業工會 然後用工會的內部的這種管控的方式 來去跟消費者進行第一線的接觸 所以我跑去臉書 就跟他們VP說 你看這個不是我在要求你是大家 討論出來之後這些事情 就是你們做比較合理 那其他事情別的部會都可以做 那所以他們就也是一口答應 然後現在也加入了台灣的五點面商業同業工會 然後就具體的去解決大家碰到的問題 那當然還有很多別的問題 所以如果有學過就是設計思考 或者敏捷開發的一些朋友 就可以知道說 我們現在在導入的這種觀念 其實就是非常 在業界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不管現在你服務的是學生 創新創業還是怎麼樣 它的重點是在引發工部門 自己裡面的創新的氛圍 那但是呢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 帶入民間有創新的想法的朋友們 實際進入政策討論裡面 那所以這個東西也是接下來 在青年事務或者是在社會企業上面 我們會秉持這樣子的精神 就是實際到第一線去看在座的朋友們 然後如果有碰到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我們就具體的來解決 有一位朋友問說 請問教育要如何改革 才能交出更多像唐彈尾這樣子的青年 這個首先就不要去像某一個人 這樣子是對自己的可能性或自發的一種強害 那所以還是就是不要把我當這個什麼模範 因為我當年的那個環境 其實跟現在滿不一樣的 當年就是國中要載學 要跑去創業的時候 我還要說服我的國中校長 要瞞著這個教育部 就是如果有督學來或怎麼樣 要跟他們說其實還是有在上課 但事實上沒有 因為是義務教育 但是我們現在在實驗教育三法之下 其實每一個學生他跟他的學齡的童年的小孩 都相有相同的權益 不管他是在家在社區 在各種不同的實驗教育裡面 其實就不會有說我一定是實驗教育 或我一定是慣性教育 國民教育的這樣子一種概念 而是說每個人可以去自己想說 我在一個禮拜可能兩三天 我要做某種程度的發展 其他天我還是可以在學校 有很多不同的調配的方法 那甚至我們現在在新課綱的精神 其實也是把實驗教育是成功了的一些模式 實驗教育也不都是成功的 是的 比較成功的一些模式 帶回我們的國民教育裡面 好比像說更注重一二年級 就是不要特別去分科 在生活課程裡面 老師是跟小孩一起成長 一起傾聽 不是急著教小孩什麼 或者是說提早把選課到高中這邊來實施 或者是說用一個就是遠端的 各種不同的數位內容的學習的方式 讓老師跟學生更可以是一起學一個學門 而不是好像老師在上面教 然後學生在底下就一直在查維基百科 然後說老師講的是錯的 就是整個目的就是讓老師變成跟學生一起學的人 那這個就跟我們剛剛講說 公務人員變成是跟在民間 在公民社會創造價值的人 一起創造價值的人 其實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從這個以前說什麼微信 這個慢慢變成成誠信 那我想這個教育的轉換的過程 最重要的仍然是家長 如果很多家長都能夠覺得說 小孩到學校就是要學習自發的精神 就是要跟人能夠互動 一起創造更好的價值 這樣子老師就很有轉型的這個動力 他們學校的課發會也比較容易操作 那但是如果老師就是家長還是充滿著那種 就是我送到學校就是要教他 就是要他乖 要他聽大人的話 那這樣子其實老師是非常為難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在 就是家長自己的觀念也要就是與時俱進 不過我覺得這個時間是站在我們這邊了 就是現在這一代的就是小學一年級的家長 已經開始就是結言之後的這個世代了 所以大家對於教育的想法也慢慢在轉變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樂觀的 青年沒有太多資金成本的情況下 只能成立一小型的創業 有任何可以支援推薦的平台嗎 有啊 其實這裡的話其實有一個叫青年圓夢網 那青年圓夢網就是一個一站式的服務 整合了包含教育部這邊 然後經濟部中企處 包含我們所有的相關部會的朋友們 一起都可以在這邊找到 所以我不確定 圓夢網 對 那 圓夢網其實不是只是一個網站而已 因為我們這一類的一站式網站 實在也是蠻多的 而是它事實上是一系列的輔導的服務 所以 如果你對生態圈有興趣 你對新創集體有興趣 或甚至就是你在解決某個問題的時候卡關了 都很歡迎就是到北中南各個不同地方 實體的據點來進行consulting 那這個其實在台北的這個據點 其實也就是像剛剛講的 是在工總我們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那其實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從今天開始就從早上7點開到晚上11點了 所以接下來會有相當多非常有趣的題目 是大家可以在那邊去彼此切磋的 那當然就是如果碰到任何法令和問題的話 我禮拜三都在 所以有空可以來聊天 好 那所以我想就是圓夢網 有一個一站式的資訊服務 那裡面會連到各個部會的資源 就在網路上可以看 如何讓創新的 driver 例如像AI energy transformation big data automation 加入哈威上的專程 跟know how 進行base model的創新 比如說像經驗專注在製程開發 如何運用新科技達到disruption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說 像剛才講的 就是AI的這些我們這些研究者 或者是軟體的這個新一代的設計的 以人為本的這些user centric的年輕人 以及我們老一輩的就是非常擅長製造硬體文化 這三方都不要去否認對方的文化 其實這些都是歷史悠久 功底深厚的文化水都很深 所以我想第一步就是要彼此認識 然後不要彼此否定 那像之前經濟部到現在都還一直辦 辦了三季的叫Mix Taiwan 就是把這三邊各找一個人來 然後讓他們對談 然後也讓他們所屬的社群更注意說 另外兩個不同的社群最近在做哪些事情 那其實有相當好的一些火花 然後也促成了很多具體的一些轉型的方法 所以我覺得這是蠻好的一個處理方式 因為有人說他存在18歲創業 在變化萬線的時代 用何種心態來面對這個世界 未來又該何去何從 這邊分享一個觀念 就是之前有一個叫做 William Gibson的一個科幻小說家 他是在非常非常早的時候 可能70年代80年代的時候 他就已經嘗試了Virtual Reality 嘗試了VR 他們當時就是在WIRE這個雜誌 在矽谷辦了一個VR的體驗活動 那當時他們就很快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以當時的科技 你用五分鐘就會開始暈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VR一直沒有普及 一直到最近解決了這個問題 那但是在那五分鐘裡面 這個科幻小說家就已經 已經就是腦洞大開 所以回去就寫了一系列 就是我們叫Cyberpunk的這個科幻小說 非常非常有名 那他當時就有一句名言 在他從VR出來之後 他就說未來已經到來了 他其實還沒有均勻的分佈 未來已經到來了 它只是還沒有均勻的分佈 也就是說其實每一個在創業的人 他感覺上都是一種可能的未來 然後他看到了 就是像這位Gibson一樣 就是腦袋開了一個洞 他看到一種新的可能性 那這種未來其實 甘地說就是要活出你想要看見的改變嘛 所以你在做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未來的一種可能性 那就像剛才講的 在這個變化萬青的事裡面 我想最重要就是說 去尊重各種不同的 我們叫做Plurality 就是各種多元的 複數的各種文化 不是像Singularity 不是大家只專注在一個 好比方說計算能力 或什麼別的考高分啊 這一類的尺度上 所以說我弟弟他是做教育的 他有一句名言 每一次有學生問他這種問題 他就說現在就好像這個 大家是在操場上面 大家要預備開始賽跑 那但是呢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一轉身 然後往你的方向開始跑 你就贏在起跑點上 你就永遠就是第一名 因為沒有人跑同一個方向嘛 那但是我想 我想我們要說社會創新的一個重點 也就是在於說 所有這些不同的方向 大家跑了各種不同的方向 其實到最後就是像是一把大傘 每一個不同的商業模式 每一個不同的經營的方式 大家看到不同的未來 是往不同的方向沒有錯 但因為大家都是在解決社會問題 都是在讓社會變得更好 所以這些模式之間 這些社群之爭 就有一種很具體的一種連帶 大家都在解決類似的社會問題 所以不是競爭的嘛 本來就是有合作的部分存在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很多這種產業鏈 這種社會創新的生態鏈 它很自然地就生成出來 所以我想最後就是回答這個問題就是說 因為你現在會問出這個問題 就表示說是有一種可能的未來存在你身上 而且別人可能都還沒有看到 但是在把這個活出來 然後往自己的方向的同時 也不要忘記說 有類似在解決類似問題的人 他可以完全當作你的盟友 可以建立這個連帶 然後到最後就可以一起 達到這個合作共好一個情況 但是又可以把你看到的未來 均勻地分散給整個社會 大概這樣 謝謝大家 好 謝謝 其實我剛剛在後面一陣緊張耶 你知道嗎 對啊 你把題目都講完了 我們講什麼 結果當然不是啦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進行專場的時間 也請政委在舞台上留步 對 今天呢 剛剛 無論是政委剛剛呢 已經針對我們現場的年輕朋友 針對數位提問上的 有一些提問進行解惑了 那當然還有呢 剛剛前面的兩位講者 跟我們精彩的分享 不管是這30年來一路 不是在創業的路上 就是正在創業的合執行長 或者是呢 給我們很多新思維想法的一個支撐 我覺得這些透明的想法 或是過去的歷練 確實都是我們現在 或是正打算 要創新創業的夥伴們 最需要的那個養分 好 所以接下來呢 就是進入到 我們高峰論壇的一個時間 好 那我們很高興的 今天有機會呢 邀請到唐靖老師 來當任我們的一個主持人 所以呢 接下來就讓我們 歡迎我們 接下來的高峰論壇的一個時段 歡迎老師登上舞台 社長登上舞台 還有支撐來到我們的縣長 特別是我們的唐靖偉 還要中間幫助我們 那如果您有提問呢 沒有問題 歡迎您持續的來到我們的 線上提問系統 slide來跟我們進行 線上的一個提出 然後我們待會還會 是用後面的一個時間呢 針對 請我們的主持人 針對這樣的一個提問呢 向我們的這次的語壇人 來進行提出 好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老師 好 大家好 我覺得這個機會非常難得 就是說我們事實上 這個混合是我第一次見到的 大部分都是一堆創業家 或是老中心的創業家 不過看來也是啦 那個鄭偉15歲就創業 所以我現在也 大家還是 某個程度都還是創業家 只是那個世衛不太一樣 就是我想那個何止經長 當時談到一些態度的問題 十三個定律 讓大家在創業裡面 要有一個對的一個態度 那 資誠 這個 這個 攪動了一下 害我驚醒了 就是這個 整個AI的未來 的確造成很大的音派 那 大家如何去因應 那我想 時代一直在變啦 反正這個時代 總是新的人會進來 新的環境會造成 那到底會變成怎麼樣 其實不知道 但是那個態度要對 然後鄭偉 我每次跟他接觸 感覺上就是那個體會很多 因為他是用一個很成熟 務實 有效率的方式 去一直解決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地方 那 但是我也看到政府 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想 第一個問題 可能還是要問政委 因為我覺得 政府還是有非常多的計劃 看來好像 你應該用一個散的架構來支撐 讓大家都好像 各式其支 但看來好像 也有很多的 overlap 那如何讓這件 整個政府的投入 尤其在這個 創新創業 因為畢竟 現在世界各國 都在積極地 走這個地方 那台灣 似乎不是 他們的最愛 那如何在這個 政府的資源 的整合之下 或者您覺得 要怎麼做 比較好 對 其實我自己之前 1996年創業的時候 當時並沒有期望政府 懂 只要政府不要擋路就好了 其實 其實我到現在的這個態度 其實並沒有什麼改變 那 因為我們當時做這個 全球資訊網 其實當時的全球資訊網 就有一點像現在的這個AI一樣 就是其實沒有人敢出來說 除了Vint Cerf他發明的之外 沒有人敢出來說 我已經鑽研了30年了 對所有的人 這個都是全新的 那我想這裡有兩個點 一個是說 面對這樣子 新的東西的時候 政府的態度 就變得很重要 到底政府是跟 這些運用新的技術 來解決社會問題的人 站在同一邊 還是他是站在對面 站在一個規管的 的一個立場 好像沒有 這個就是兩端 一端就是說 我沒有說可以的都不行 那另外一端是說 我沒說不行的就是可以 那當然在以前 在某一些管制 比較高的地方 政府絕對是在這邊的 但是我想經過幾次 這個慘痛的教訓 例如像Uber 之後呢 大家都發現到說 其實重點 並不是在選邊站 重點是在怎麼樣聽 怎麼樣去讓 所有的利益關係的人 不管是Uber的司機 或者乘客 或者計程車司機 或乘客 能夠有一個 共通的一個場域 然後能夠享用這種 線上的系統 告訴大家說 我們最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然後 那個其實也是一種 AI的應用 去整理分析之後 就可以知道說 其實雖然在媒體上面 或是在大家的臉書上 大家吵得最兇的 那5%的這個徵點 其實有95%的事情 是大家都不反對的 就是後來的這個 納稅納保納管等等 這些原則 所以後來我們就把這個原則 變成了一個叫做 平台經濟調適原則 那現在就是一個一個再去試用 所以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們以法規調適的角度來講 現在是在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因為就是梅林諸位也好 這個院長賴醫師也好 他們都很明確地講說 基本上他們就是要在這邊 就是沒有 法律沒有講不行的 即使還是 有一個個案說不行 他們現在也要說 第一個這個個案不能擴大成通案 第二個就算這個 以前被當作通案用 也應該要廢止 如果他的那個法律 並沒有要求他 要做這件事 那所以我想我們現在有 有非常多的機制 像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聽過 就是sandbox.org.tw 那大家只要對於 我正在創業 可是我可能法尊上面 有一些疑慮 你就直接key上去 key上去之後 其實政府的資源 就會整個調動起來 因為這個現在是他們的KPI 就是幫忙鬆放了多少暗示 幫忙解決了多少法尊上的問題 所以他們也都很需要案子 所以有空也可以上去一下 就是我們最近才在處理說 比如說什麼心理師法 說心理師職業以一處為限 那個是登記的地方 可是他沒有講到說 那既網路算不算 所以以前就是說 因為我沒有講 那這個又是高度規管 所以就不能任意去做 可是後來我們談過一輪之後 其實沒有道理不行 所以現在這個就在討論 要怎麼開放 事實上待會去空總 就是要去討論這件事情 對那所以我想我們越來越多 看到這樣子的一種 本來沒有規定 因為法律根本沒有想到的 現在政府越來越是站在說 好那這些社會的創新 就是讓社會來告訴我們 不管是透過所謂的 創新法律沙盒 不管是透過 其實我們最近這個大好消息 就是通過那個國外人才的專法 所以很多這些國外人才會來 帶來他們在當地 這個他們在自己家裡 已經試過的一些 business model 在台灣勢必會重鑽到法規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這些幫忙做法規調適的機關 法協啊 這些中細處啊 這些朋友就有業績了 因為他們就可以去看我們現在法規 到底有沒有什麼 可以調適的部分 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可能一年下來 接下來一年 大家會比較多看到說 真的政府跟創業者 是站在一起的 尤其在法規調適上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比較能夠堅定各國的信心 因為如果去看 WEF 就是世界經濟論壇 台灣在數位競爭的一排名 其實各項都是在非常前面 除了法規之外 對那所以 這部分就是我們現在要盡可能 把這個加強 謝謝 好 謝謝 我想志成你一直是 現在的這個 年輕創業家的一個代言人 那政府其實也常常找你去 那所以我不曉得就是說 你剛才也覺得 政府可能還有一些 帶改進的地方嘛 所以我在想說 你覺得呢 就是說你覺得 現在很多的措施 包含亞西啦 不管是中期處 或者是教育部 這樣一個比較廣泛的一個參與 您覺得呢 還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或者是您的看法 我覺得是兩個點 然後第一個點是比較基礎的事情 就是台灣過去30年 整個經濟發展的框架 是去搭著中國的崛起 所以過去這30年 我們台灣只要會講中文就好了 那去到對岸 雖然大家語言實用的邏輯有點不同 但你去理解還是 花一點時間還是可以理解的 那現在就是說 整個對岸的經濟成長 開始出現了高原期 他們自己本身也開始進入 大哲恆大的 比較成熟期的社會 本身這個 他們自己本身 年輕人也崛起 年輕人也要求更多的權力 所以他也不想要 再給台灣的人 太多讓利 或是太多超國民的優惠 所以在這個框架下 台灣接下來往東南亞 跟東南亞的鄰居一起共榮共存 是一個必然的歷史的大事 可是在這個前提下 過去30年 台灣其實沒有幫我們的國民準備好 未來30年的需要 不管你走到那邊 大家主要都是講英文 那你英文你聽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台灣每一個學生在求學過程中 花幾千個小時學英文 學完之後連聽跟說都不會 我們把英文當成歷史再學 那英文其實是一個實用的科目 但是你學完之後 只會背一些單字的 冷門單字的意思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那東南亞有哪些國家 每個國家有多少人口 他們的文化是什麼 他們的主要宗教是什麼 他們國家的特色什麼 他們的歷史是什麼 東南亞有哪些國家被散 什麼國家殖民過 哪些國家沒有被殖民過 他們沒有被殖民的原因是什麼 我們大部分人根本不了解 所以現在接下來要往東南亞 跟東南亞的鄰居們做朋友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是缺乏這個能力的 甚至我們叫人家新南向國家 這是多麼傲慢的一種稱為 我是在北邊 你們在南邊 所以你們是新南向國家 而且所謂的新南向國家 那舊南向國家是哪些呢 所以上次我們辦了一個玉山論壇 一些東協的朋友來台灣 他就說 你們為什麼一直叫我們 New Southbound countries 他說我們是 Asian 就是Asian 我們是South Asia 就是South Asia 我們從來沒有聽過 New Southbound country是什麼 那什麼是Old Southbound country 那我到底是New Southbound country 還是Old Southbound country 這是很傲慢的一種態度 我們根本沒有覺得東南亞的鄰居們 跟我們是同儕 我們還是用一種 中華民國泱泱大國的一種態度 在對人家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是基本態度的問題 就是我們整個國家在過去這段時間 沒有準備好未來三十年 我們的歷史格局 是要跟南邊鄰居當好朋友的 時至今日我們都還瞧不起 在我們國家服務的這些外籍的工作者 我們有沒有把人家當同儕 我們把人家當平等 當人在待遇 所以這是第一點 我覺得我們整個國家要改變的態度 就是我們對於國際化這件事情 要把它視為一個台灣接下來三十年 必須要做到的一件事情 不做到會死掉的事情 那認認真正的去把 用外文溝通的能力學好 認認真正的去把別的國家的文化 尤其是我們周遭這些國家的文化是什麼 他們的歷史是什麼學好 認真正的把人家當跟我們平等的 世界公民在對待 這是我們第一個態度的問題 第二個是說我們的政府 在做各種不同的項目 想要幫助年輕人 想要幫助創業者的時候 經常都有閉門造居的問題 經常都是一群政府寫專案的人 尤其他們可能也不是自己寫 都是包給支撤會過工研院寫 然後那一群人他們並沒有像正偉這樣子 去做design thinking 並沒有去做agile的practice 並沒有去做user research 沒有user story 沒有problem discovery 坐在家裡拍腦袋就把計畫寫出來了 拍腦袋把計畫寫出來 完預算就撥進去就開始做了 問題是做這個東西 我講的比較直接一點 請問這個創創點火器辦事市場活動 到底對於台灣學生創業有什麼幫助 台灣學生創業的問題是創業活動不足嗎 台灣學生創業的問題是需要辦事市場活動 然後讓他們聽演講嗎 那這個背後有很嚴謹的研究去支持這樣的一個計畫嗎 還是只是一群人在家裡拍拍腦袋 就把計畫寫出來然後就去做了 然後這個計畫的KPI真的是對的嗎 它真的有幫助到青年創業嗎 我覺得我們沒有這個rigor 沒有做科學研究的這個rigor 我們沒有真的去研究問題在哪裡 然後真的對症下藥 所以我覺得在這兩個基本態度不改變之前 台灣的進步是很有限的 一個是對外的進步 一個是內部的進步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兩個基本態度改變 不要再把計畫給職策會跟工研院了 那台灣的進步可能會更快 好我想自成常有一些很 我覺得就是一針見血的建議 我想在座都有很多的長官 我想就聽聽看 看有沒有覺得可以改進的地方 然後再來 我是學習當初的民進黨 就是說你要革命的話要比較極端一點 其實我沒有這麼極端的一個人 那我接著想要問那個何執行長 因為您在整個創業三十年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改變 就是說政府事實上 當然我剛才特別談到就是說 因為時間在我們這邊向政府談到 就是因為戒指結言的關係 所以事實上大家已經有一些思維的變化 那我不曉得就是說 從您這三十年的經驗 我們覺得現在政府做得夠嗎 我想應該是很多了 那夠嗎 那怎麼做 那不知道有什麼樣的建議 我應該這樣講 這幾年來政府非常努力在 推動各式各樣的創業風潮 然後各式各樣的加速器 就不斷地在做 類似像這樣的活動也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不能講說政府在這方面做得不夠 做得非常非常多 可是問題就是說 我自己的感覺它比較缺乏 第一個缺乏整合 因為國家是一個國家 我們所做的任何事 教育部做的這個事 經濟部做的這個事 工業院做的這個事 科技部做的這個事 每一件事情加在一起 它都要有一個共通的方向去走 然後最後它會得到一個更好的成果 可是我看起來 這個思考是沒有的 這個整合是沒有的 OK 那第二個是什麼 它缺乏更高端的一個策略 比如說像當年我們70年代 台灣就是要走高科技產業 要走資訊工業 當時李國立就出來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它的方向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這樣子推 最後台灣就有現在所謂的高科技產業 就是這樣的一個蓬勃發展的過程 那雖然其實台灣政府 也沒有這樣的策略思考 也沒有這樣的 所以基本上 它做的很多事情是 某個程度是重複而類似的 但是呢 沒有辦法從基本面 徹底改革 這個 這個 讓整個這個青年創業啊 或者在這個創新上 非常有更明顯的這個進步 那 我老實說啦 就是 對政府我 我一向是不太抱太大的期望 因為 因為我 我今天實在的話 台灣今天有今天 我們應該這樣講 政府是 讓這個國家安定 在這裡 然後大家 人民努力去做他們各自的事 其實政府沒有做太多的事 OK 所以如果你談創新創業 其實我最近一直在推廣一個概念 就是說 如果台灣真的要有創新 要有不一樣的這個結果 其實我一直在講一件事就是說 台灣 所有台灣 這樣講 我不要所有的公司都做這個事 那些 還在賺錢 仍然賺錢的公司 然後呢 如果你這個公司 你覺得說 對未來 這個世界的趨勢跟發展 對於你現有的生意 有一點點危機 而你有危機的意思喔 你感受到有一些威脅 現有的生意可能會不存在 只要這樣的公司 賺錢 第一個條件是賺錢 第二個是 對未來有可能有危機 有這兩個條件的公司 你只要做一件事 每年把你賺的錢 拿20%出來做創新的投資 那做什麼投資 再說 你可以去投資這些 看起來這個不出了年輕人創業 支出他五百萬 支出他一千萬 這個也可以 你可以做那一步做那一步創業 要求你說 我們要做這個事 你可以提出各種新的創業計劃 你只要做這個事的話 我相信我可以告訴你 台灣立即會出現不同的樣子 立即會出現不同的樣子 你知道這個20%有多大嗎 前幾天我去台積電演講 他現在每年賺三千億 百分之二十 六百億 所以如果以台積電這樣的公司的話 他不要百分之二十 他只要拿千分之二 六億 六億就可以已經有很有的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 台灣現在非常非常多的公司 是這樣子 不斷的想說 我們要創新 我們要改變 我們要各式各樣的 要啟動我們的second curve 我可以告訴你 講了十年停在原地 講了二十年停在原地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誠意 你有誠意就把錢先擺桌上 對不對 大軍未動兩掃先行 錢堆在桌上 讓你們去玩 讓團隊去玩 讓 那我可以告訴你 這個是完完全人不一樣的 那 我為什麼講這個話 我們公司是用這個邏輯在做的 07年 當Kindle出來 我們覺得世界變了 08年當iPhone出來 我們覺得世界變了 那 我們作為CP的 content provider 我們覺得有非常大的危機 所以我當年 我就每年拿20%出來 那時候我們平均每年賺3億到4億 所以我每年拿6千萬到8千萬出來 每年把它燒掉 真的是每年把它燒掉 然後呢 我們就到目前為止 到2015年我們燒出兩家網路公司 都從虧損到賺錢 然後我們看到未來的新的希望 所以基本上我開玩笑講 我說 你只要有誠意把錢掏出來 我可以告訴你 就算是石頭都會燒成黃金 我這話不是假的 阿里巴巴是這樣燒出來的 騰訊是這樣燒出來的 大陸所有的網路公司 都是這樣燒出來的 那 我會建議政府 如果你真的也有誠意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東西當作 當作我們的政策 好 假設企業願意這樣做的話 你可能在租稅上給它一些優惠 讓企業有更大的優惠 去做這樣這個投資 那如果這樣做的話 台灣明天就變 謝謝 就我所知 其實政府有努力在開始做這件事情 我想鄭文有沒有要說一下 我想租稅優惠這部分 倒是比較容易的 我們目前產創條例 在立法院的大部分的版本裡面 不管是天使投資人的租稅優惠 或者是員工的分紅的股票的 就是可以在實際處分的時候才課稅 或者是最近銀行法 這個銀行投資創投資初步比例 從5%變100%之前科技基本法 國外人才專法 其實這個絕密都很熟嘛 所以我想 裁稅工具能用的 其實差不多都有投進去了 那我也很希望 一天就可以看到改變 就是如果這些法案都三讀 這個會期統統都過了 就可能在立法院修會的時候 台灣就不一樣了 這樣也很好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我們很快可以看到這個 試金石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就是說 租稅這個部分是容易的 不過我蠻同意剛才的 這個基本的論點 就是說我們對政府的期待 其實比較是說 它維持社會在一個公平的 在一個平穩的這個情況下 而不是說它去指導說 產業一定要去哪一條曲線 才是好曲線 我覺得已經過了這個年代了 這是一件事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即使我們接下來就是 像詹米念字在字的兩大法人 這個一直在寫計劃這件事情 我們用新的RSC 或一些新的公司 其實這些計劃都有在做了 可是你即使把這個推到滿 其實我覺得仍然不及 民間社會的創新的能力 你沒有辦法要求政府的智庫 跟第一線的創業家 去比創新的能力 真的還做不到 所以比較做得到的是像 亞洲連結錫谷 本來是非常由上而下的 我們參與了一陣子之後 把它調整成 由民間自己組成 直接組成一些工作組 直接讓他們來告訴國發會 來告訴各部會說 自駕車不是五年之後的事 是兩年之後的事 最近可能變成一年之後的事 所以我們馬上就要處理等等 也就是說是在這個治理結構裡面 把它轉換變成是 我們是DEMENT driven 而且這個DEMENT 就是很明確地讓公民社會 讓業界有一套 能夠整理出他們的意見的方法來 那這個東西也是一種技術上的創新 因為在以前就是 你得認識那三四個頭人等等 但我們現在有各種各樣的方式 包含最近很紅的連署平台 當然有時候會收到一些 跟創新距離有一點大的 例如像改時區之類的 這樣子的方案 但是有更多的時候 會收到這個實際上 就是對我們創新有幫助 或者法令鬆綁的方案 所以我覺得還是不錯的 好 我希望政府能支持改變下去 那剛剛特別 那個何子經紀長特別談論 我們過去在科技是有策略性的 所以事實上在科技界 我們事實上在現在目前 事實上還有相當的力量在這裡支撐 可是我們在其他的部分就弱了 就是說也許文創是您也是在裡面支持 那可是如何在整個所謂的 不管是在教育文創等個領域 我不曉得就是說 這個地方我們有機會嗎 那如果有機會我們怎麼去做 那是不是請三位 也許執行長 因為您在整個文創也做了很久 因為這邊對台灣來說 好像相對還是弱勢 你講的如果是對台灣的產業發展 我還有一個 我一直在主張這樣的概念 我說台灣過去60年 台灣從全世界的製造工廠 非常非常蓬勃非常厲害的製造工廠 走到今天 你覺得台灣的製造業沒有希望了嗎 當然不是 台灣有非常非常多的製造業 它是屬於隱形冠軍的製造業 那我們這個隱形冠軍 它嚴格定義是說 在全世界那個category 前三名的是隱形冠軍 那我說台灣的前三名沒那麼多 但是你如果說把台灣的這個category 列到前十名來看的話 台灣有非常非常多隱形冠軍的企業 那這些隱形冠軍的區域 大多數他們都現在營運都還非常非常好 他們擁有技術 擁有市場 擁有各式各樣的這些 這個產業的connection 可是他們普遍遇到一個困難 這困難是什麼 就是從創業者到現在 這個老闆通常大概六十歲跟我一樣 然後呢 兒子不見得 兒子去拍電影去寫文章去 就是不回來接棒 非常多這樣的故事 所以他們就說 那我這個公司未來要怎麼辦 看現況還不錯啊 它還滿能夠賺錢的 在市場上還有地位啊 還有一些特殊的核心能力也在啊 可是呢 未來不是要怎麼辦 那我認為其實政府如果在這個時候 他有能力去做一些事的話 他應該組一個非常好的顧問團隊 去整個台灣做徹底的review 把這些所有的隱形冠軍的企業挑出來 假設他有三百家 政府力量應該進去 鼓勵他們做upgrade 那如果把政府的力量擺進去的話 讓這些公司能夠繼續往下走 能夠繼續找到好的接班模式 那我們可以這樣講 這是台灣未來真正力量的所在 這是我一直在鼓勵 我也跟經濟部講這個觀念 他們也很認同 只是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開始 我這邊特別想要搶到的是一個多元 因為我們的確像執行長特別談到 就是說在我們已經既有的這些實力 如何再去強化它 可是我們對其他的領域 我們好像沒有特別那麼 至少在世界上面的相對競爭力 是不是存在 還是如果你覺得存在能舉例 如果不存在 如何我們能夠政府來支持 或者是說我們怎麼做 從bought and up 或者是 那我不曉得 志成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我覺得是 這樣講其實我覺得剛才那個 政偉說 這個起跑點 然後投往回 往後跑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台灣該做的 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五月的時候 受了美國的邀請去美國 這個艾森豪獎學金之旅 去了七個禮拜 其中有一個城市 我去參觀的時候 給我非常大的啟發 就是這個起跑線往後跑這個邏輯 就是德州的奧斯丁 德州奧斯丁它是位在 德州的三個大城的中間 位在Houston San Antonio 跟Dales的中間 那這三個都是全美國前十大城市 一般來講這種城市 在這個中間一定它的資源都被吸走 人才都被吸走 它的這個城市會漸漸萎縮 可是奧斯丁不但過去這三十年沒有日漸萎縮 還日漸蓬勃 人口越來越多 它現在已經是全美國第十一大城 快要變第十大城了 而且它的這個非常的 這個產業發展非常的蓬勃 那你去分析它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是奧斯丁跟Dallas Houston跟San Antonio 走了一條相反的路 所以整個德州都是保守黨的大本營 就是共和黨的大本營 但是奧斯丁是非常自由 非常支持同性戀的城市 所以全德州甚至附近的州 最自由的人都被它吸過來了 因為大家想要活在一個自由的城市裡面 所以這個對台灣有什麼啟發 就是說你環顧北京、上海、新加坡 甚至是亞加達這種城市 其實他們都因為政治或是宗教的關係 非得要有某種的保守特性 他們沒有辦法真正的去開放他們的社會 沒有辦法真正成為一個多元的社會 這個其實是台灣的機會 台灣如果擁抱多元、擁抱開放、擁抱自由、擁抱民主 那我們就有機會去吸引香港、上海、北京、亞加達、新加坡 最想要活在自由的世界裡面的人 最想要活在多元的世界裡面 最想要活在支持多元成家的社會裡面的人 這個時候我們過去這30年被吸走100萬、200萬人才的大勢 就可以有逆轉的機會 我們可以逆轉過來 因為我們是自由多元的社會 去吸人家的人才回來 所以剛才老師的問題我想要的回答是說 我覺得台灣多元、自由是台灣非走不可的路 是我們在起跑線往回跑最好的策略 所以如果說立法院這個會期結束 能夠通過相關的法律 我覺得這個明年台灣也就變了 而那個對我們台灣未來是有很長期的影響的 那事實上台灣本來就有自由開放多元的本質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跟對岸比大 我們不應該去跟對岸比多 我們不應該去跟對岸比量 我們不應該跟對岸比變化 我們不應該跟對岸比自由 跟對岸比開放 因為我們越跟它相反 我們才越有我們自己生存的空間 這是我想說的 那這邊 是 我完全同意 剛才其實我講到時區那個連署案的時候 我想特別跟這個加起來兩岸一萬六千多人講說 我剛剛的意思是說 這跟這個產業政策沒有直接關係 可是也許就像Jimmy講的 這是有間接關係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說 這個是一個文化 就是任何公共政策 即使是改市區 在台灣沒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談 然後一萬六千多位朋友連署來 我們就好好的處理 就跟內政部跟交通部 跟所有相關的部會做下來談 而且反正我們就把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什麼東西都談清楚 那大家其實在此都學到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確實像Jimmy說的 我們在亞洲看不到哪一個國家 不管是新加坡 大家很想舉例的那幾個國家 其實根本不可能提 不要說討論了 根本不可能提這些東西 所以這確實是對於吸引這個多元性是很有幫助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還是 就是同時是G0V這個臨時政府的一個 運動的一個參與者 那G0V有一個特色就是 覺得政府哪裡做不好 就自己下來做 像如果覺得當時是 我記得是覺得環保署的那個空氣測站太少 所以就有很多朋友 自己去做了那個空氣的品質 PM2.5的測站 那後來跟中醫院的朋友 跟很多朋友做出所謂空氣盒子 這樣一套系統 那一定程度也彌補了環保署的不足 甚至是逼著我們在做那個 就是公共民生物聯網前瞻基礎建設的時候 一定得把民間所產生的開放資料 變成不是單向政府初開放資料 而是跟民間互相切磋的這種 校正的這些東西都必須編進去 所以像我之前做的盟點也是一樣 我覺得教育部的字典變得不好 可是我不是在那邊罵教育部 我就是自己示範一下怎麼做一個更好的字典 後來這些東西這些貢獻也通通都進入 這個國教署的字典裡面去 所以我想這是台灣最難能可貴的了 就是說大家要創業 可能真的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而是覺得說就是有某個東西它應該是這樣 那政府真的沒做好 那這個大家要做給政府看 但這後面是一種信任 就是做給政府看自己做 他做不好而自己做好的過程的時候 不會受到嘲笑 不會被查水錶 不會被消失 那我覺得這個信任是 確實是存在的 然後我們隨著一案一案這樣子 不斷地有民間的這種貢獻進入政府 然後政府也覺得說 那這一步也就讓給民間來做 我們也不用事事都管等等的這樣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才比較有可能做成一種 那你創業不管大小都是受尊重的 而不是好像只有去比大才是受尊重 我同意 那樣子的話是不可能去比的這樣 好 謝謝 那事實上常常有人在說 南北的創業資源是不均勻的 第一 不知道同不同意 那如果同意的話 或不同意 那您如何去改善這些事情 因為畢竟譬如說我們今天說 如果說活動辦在台北可能參加很多 那我們今天辦在其他城市可能就相對少 那這個不見得是資源的問題 但是看來就是很多的這個 emphasis 可能還是在台北 不管我們過來 未來很多的一些規劃跟想法 好像還是以台北為主 那這樣會不會造成這樣一個整個 就是說 你覺得很棒 可是跟我無關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想要 這個是不是要衝你這邊開始 我想確實啊 就是辦大型活動的場館 我們就只講硬體好了 確實像高雄的也是最近才 就是這幾年才開好 台中的還要兩三年 所以就是說有一些實體的東西 它確實是在那邊 那不過像我前幾天才去 台中歌劇院看場地 其實那個也是很棒的一個場地 所以我覺得慢慢就已經有開始做出來了 那我們大概沒有辦法一步到位說 明天這個就遷都 立法院就去中部 或者其他院就去中部 雖然我們真的很認真的在討論這件事 有很多南部的就是立法委員說 他每天全民服務加上坐高鐵 他睡都不用睡 他就在高鐵上稍微休息一下 那如果能夠變成是 不要說遷都啦 但是遠距直尋的話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品質也可以增加 這個我們都是很當一回事的在談 不是開玩笑的 那像我們最近就是在籌劃明年可能五六月要辦一個 就是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的亞太一個論壇 我們就當時院長就是在討論這個案子的時候 賴醫師就說 如果我們說社會創新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 那到底是台北的社會問題多 還是中南部的那個社會創新的太陽多 台北是很很 不是說台北都沒有社會問題 但是它是比較單職的 但是我們如果去這個中章頭瞄 去整個中南部 包含花東等等去看的話 其實那個意識性是特別大 而且這樣子的創新方式 其實才是往南 往北 往各種不同的 Grey South East Asia 不能講新南向國家 我是覺得新南向跟之前所謂西進 是一個就是做政策的人的想法 但是把人家那些國家叫做新南向國家 確實是不妥當 這尤其在英文網頁裡 這個我們也在檢討了 總之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自己要先珍惜台灣內部的這個多元性 才有可能去連接到整個大東南亞國家的 或大亞洲國家的這種多元性 才能夠連接到社會的多元性 所以我們現在很有意識的就是 大型的活動只要場地允許 我們大概都會開始往不同的城市去分散辦 然後我們的區域創新也盡量是 先去看各個不同的城市有做什麼好的 而不是說覺得說台北要的 其他地方都要有這種單向推銷的 這個其實就是像剛才的Jimmy所說 那個南向推銷思維的台灣內部版 所以就是說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都很用心在做 好 我想政府一定應該有一個責任 把資源做一個適度的分配嗎 但是從企業的經營 覺得這是一個問題嗎 還是其實我不曉得 警長這邊來覺得 這種所謂資源這種分配不均 或者在企業的經營會是一個問題 還是您覺得如何去改進 或者你覺得本來就應該是這麼做 對於這個比如說台灣的南北差距 或是地區的這些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我想我覺得我們觀念應該稍微要調整一下 就是說不是說台北有捷運 或高雄就要有捷運 絕對不是這樣的概念 如果你是有需要的 你可以有 其實台灣是什麼 台灣是一個比單一都市稍大一點點的國家 它沒有大太多 因為如果以高鐵來看 台灣現在全是一日生活圈 從台北到高雄也可以來回兩次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我覺得應該為每一個地區去設計 他們所需要的特別的 不是你有我就有 是segmentation 是市場區隔 比如說台中如果蓋了一個非常好的音樂廳 那台北其他地方不需要再蓋了 最好的都在那裡辦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台北有故宮 那我們現在故宮現在有難管 那我覺得這個還滿好的 有一些東西會到那邊去 所以基本上我的看法 不是在看那些你有我要有 而是說我可以發展出一個 跟別的地方不太有的 這個不一樣測試的地方 像剛剛Jimmy講的 這個Austin 它就變一個自由的地方 那這個自由它就跟南方的那些保守 就完全不一樣 它就走出它自己的路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各地區應該去思考 它的定位 它的市場區隔 然後它能夠做一些什麼事情 不一樣 然後它發展出不一樣的東西 而不是說所有東西都跟台北看齊 好 這誰有沒有要補充 OK 好 我覺得解決問題很好 就是說大家創業可能要有一些社會責任 解決問題 可是國際化還是很重要 因為國際競爭畢竟是在那邊 別人進步你沒有進步 你只是在解決自己的問題 但是到了整個這個 competition 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差異性 那各位覺得如何 我們這個新創團如何真正走出國際 或者是我們這樣什麼樣環境的改變 他們有這樣更多的能力走出國際 那我是不是資誠可以先回答 好 其實走出國際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是上網去訂一張機票 然後搭著飛機 結果走出國際 你可能會覺得說現在你聽到國際 想像的都是歐美先進國家 然後覺得去那邊好像門檻很高 你去到那邊人身地不熟 好像很難闖出一些什麼名堂 但事實上不管是20年前去中國 或是現在去東南亞 其實你去到那邊你會發現 那個環境可能是比台灣晚個5到20年的 所以很多這個環境正在發生的事情 你是可以從自己過去的經驗去想像 他會怎麼走的 當然這邊會有一些東西他們會是挖跳的 但是有很多東西是會重複我們的經驗的 所以我自己是2002年搬到上海 去幫我們的那時候創業的公司 去拓展中國分公司 我們那個時候去上海 我就是一個20、23歲的年輕人 我什麼都不懂 我就去當中國分公司的總經理了 然後我就大江南北去談生意 我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足 有什麼比不上人家的地方 甚至很多當地 我們那個時候做了一個搜尋引擎 我去百度展示給他看 展示完之後百度的人說 你這搜尋引擎賣多少錢 可不可以賣給我 你們做得比我還好 我當初要是賣它 然後收個1%百度股票 我現在就不用坐在這裡了 那我那個時候就 漢賊不兩立 我們的搜尋引擎才不賣給你 所以那個年代其實一直到2002年 我們都還是比中國先進的 我們去到那邊就是買張機票去就是了 那現在的東南亞還是一樣的情況 但你如果現在不去五年之後 你再買張機票去到那裡 你會發現人家可能比你先進一點了 十年之後你再去人家可能瞧不起你了 就跟現在你去中國 人家聽到台灣 台灣小國家這樣 貧塞大的國家 大家可能不知道這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以前陳塘山政委 有嫌棄新加坡說的 人家是貧塞大的國家這樣 所以現在此時此刻 如果你想要去了解東南亞這個區域的話 買張機票去就好了 那人家通常看你台灣來的是尊敬你三分 他覺得你的經濟發展比較先進 你懂一些他們不懂的事情 所以你其實是還有一些優勢的 你現在再不去五年十年之後就來不及了 台灣已經完全 應該說沒有錯過 但台灣其實是眼睜睜地看著中國 從比我們落後 國王會談的時候 他們的GDP才是我們的兩倍而已 現在人家的GDP已經是我們三十倍了 所以我們眼睜睜地看著中國 從一個比我們落後很多的國家 現在到已經是強國 已經在瞧不起我們了 那你還要繼續眼睜睜地看著 所有東南亞國家從比你落後 到以後瞧不起你嗎 所有東南亞國家裡面 每個人口幾乎都是你的好幾倍 那你現在要坐在這邊等嗎 你要坐在這邊埋怨 當初去中國賺的錢的人 回來對你很驕傲嗎 那你現在為什麼不去抓住 東南亞崛起的機會呢 所以就買張機票就好 很便宜 東南亞大部分的機票都很便宜 OK 謝謝 那個警長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接軌國際這個部分 這個老實說是我最近比較擔心的事情 就是說台灣的創業家為什麼不是那麼國際化 不是那麼放眼在國際上 其實我認為兩個最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語言 很多你的創業過程裡面 你的語言如果不夠好 那可能你對國際就比較遠一點 這個剛剛Jimmy也講說 這個要看英文 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是視野 你語言可能沒有很好 可是如果你非常關心國際的問題 你的視野是開闊的 那你對國際就是近的 我可以舉個例子 比如說以色列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可是以色列所有的創新都在全世界 都走在最頂尖的 非常多的東西都是他開發出來的 然後他開發出來 全部被世界最大的公司買走 然後或者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公司 為什麼 因為他從頭到尾就活在這個 這個國際的眼光裡面 他雖然人在以色列 可是他看的是世界 他放眼的是世界 可是台灣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台灣不是沒有英文好的人 台灣不是沒有有國際視野的人 但是我現在看到這樣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你有國際視野 你有英文好 他想的是什麼 他想的是一畢業之後 離開台灣去國外跨國公司工作 或者去香港 或者去新加坡 或者去日本 或者去美國 或者去中國大陸 所以這一群有國際視野的人 他選擇離開台灣 那台灣剩下什麼 台灣剩下一群 嗯 好啦 美其名為台灣優先本土意識很濃的人 那這群人 就可能比較沒有國際視野 所以這是個 我認為這是個麻煩 那要改變這種事情 其實我應該鼓勵說 這一群在台灣年輕人 有國際視野的人 不要想得出去打工 想得出來創業 那這樣的話就會比較不一樣 如果這一群人都想得出來創業 然後創業我還要再講一句話 台灣年輕的創業家 我覺得要把目標放得再遠一點 台灣年輕的創業家 現在創業成功叫什麼 你知道嗎 我現在創業成功了 我被LINE用500萬美金買走 這個叫成功 這個叫成功嗎 沒有 昨天剛有一家 也是被LINE買走 其實台灣人創業家 我覺得氣派跟胸襟要稍微更大一點 因為如果你只是說到一個小規模 然後就被大公司買走 然後你就非常非常滿意 沒有錯 你可能你自己的口袋是滿意的 可是對台灣的幫助是什麼 對台灣的想法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鼓勵所有的創業家 我每次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都覺得有一點點遺憾 有一點點遺憾 台灣人可以走 這個創業可以走得更遠的路 而不是只走到半途 謝謝 好 謝謝 鄭偉這邊 不過我們在矽谷的經驗常常是這樣子 他第一次創業 不是要算成功 有一點這個 稍微有一點被併購或怎麼樣之後 他接下來第二個第三個案子 反而更好 其實所謂的獨角獸 大部分都是前面這樣子做過四五次的人 做出來 這個有數據的我就不斷能弄服了 所以我覺得這還是往好的方向走 不一定是會停在這邊 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其實我們在創業的時候 尤其在軟體創業 不可能不碰到國際人才 基本上在軟體這個領域裡面沒有國界的 任何人都是 就是按個按鈕 甚至不用買上機票 按個按鈕 馬上就在Github 在這些其他地方去合作 但是我之前常常看到很多朋友 他就是跟國際團隊 然後做了一些相當好的一些東西之後 幾乎永遠都是 對 就像這邊講的 就是永遠都是去別的國家 然後就跟那個團隊的別的人在那邊 然後就創業了 然後就在那邊做 而不是說 那我把這兩個team mate找到台灣來 然後我們做 那當然就是你真的要我講 為什麼 當然因為我們沒有外國專業人才延爛機庫用法 因為這個專法真的是 真的它是很由下而上形成的 我們當時在網路上公告60天 在Join平台上 有非常多人是用英文留言 他們完全 這可能是Join平台上面 唯一一個他們感興趣的法案 我們收到了可能百倍於一般的流量 就是因為有非常多人 他們就是想要帶來台灣 可是目前就是三個月之後就得走 的那樣子一種很不幸的一種情況 所以我覺得 同樣的就是我對政府的期待 並不是就是一定要推出哪些program 而是說不要在這種莫名其妙的地方 去擋住大家 以後就是 如果你跟一個國外的朋友一起創業 至少有一半的機率是他來這邊 那我覺得接下來的那個環境就會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會看到很多這種 它不一定非常跨國 它可能只是跨兩三國的團隊 然後是以台灣作為他們的home 然後在台灣也有發揮他們的社會影響力 但是因為創業的人本身就是跨國的 所以它一定會是 不是質疑台灣作為這個思考的標的 那我覺得接下來 這個慢慢會變成一個常態 我們才能夠再去想說 產業的策略什麼東西 那沒有這個之前 就像這個賀老師說的 其實就是分成兩群人 就是那些跑去國外的 跟那些帶來台灣的這樣 我們也期待台灣的這整個環境 對外國人來台灣 或整個 因為我們已經是這個區域最自由的一個國家 所以我想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不過另外一個問題是這樣 就是說價值創造這個環境不夠強 就是說台灣的確現在有很多的創業家 但我知道創業家如果沒有這種專業進來去引爆 他很難去創造它的價值 或他無法去思考它真正的價值在哪裡 那我們如何來改進這個部分 就是說因為台灣也許它是可以跳過去的 比如它一定要去以色列看 一定要到某些地方去看 甚至柏林 甚至可能是上海深圳 或者當然是矽谷美國很多的地方 他們沒有一個必要性一定要來台灣 那如何吸引這些專業來到台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樣一個想法跟建議 那我想加速器 Apps Word是台灣最有名 因為我這次到香港去 真的它非常有名 因為所有的他們推薦到Apps Word 它可以拿到香港的錢 然後因為它被Apps Word收進去 所以我想志成來談這個是最有 好 因為我們香港只是我們去比較早 所以香港沒有好的加速器 那我們就收了蠻多香港的團隊 久而久之就形成一個品牌這樣 你說這個外國人為什麼要來台灣這樣 第一個我想要跟大家溝通的是我想要 我們當然我們這邊人不多 但是我們可不可以先大家有個共識 外國人來台灣工作對台灣是好的 他不是來搶我們的工作 邏輯是這樣 第一個 一個公司如果能夠顧本國人 他會想要去顧外國人嗎 如果一件事情本國人可以做 他會特地沒事無聊去顧一個外國人來做一樣的事情嗎 不會嗎 一定是這件事情本國人做不來 所以他要去顧一個外國人來做這件事情 通常他顧一個外國人來做的事情 本國人為什麼做不來 一定是他顧一個外國人去跟外國人做生意 以儀制儀 所以我顧一個外國人來把生意做到國際去 所以台灣人這件事情做得比較不好 所以去顧一個外國人來做 所以這個外國人來台灣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這個公司就把生意做到國際上去 他就會賺比較多外銷回來 所以我們的GDP就成長了 這個外國人假設他跟外國人做生意賺到的錢 比他的薪水少 公司還會把他留下來嗎 不會吧 所以他一定跟外國做生意賺到的錢 一定比他的薪水多 所以我們台灣的net是gain 我們付給他100塊的薪水 他幫我們賺200塊的外銷 我們台灣是賺到錢的 再來你付給他100塊的薪水 他就拿回他的國家了嗎 沒有 他在台灣消費 在台灣娶妻 在台灣養小孩 大部分的錢還是留在台灣 所以一個外國人來台灣 絕大多數時候不是跟我們搶工作 他是在幫我們增加外銷 增加我們的民間消費 增加工作機會 這個我們全台灣的社會必須要有一個共識 所以外國人來台灣 絕大絕大多數對台灣大體上是好的 這個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共識 有了這個共識之後 我們要歡迎他來 他為什麼要來 我們才能去討論他為什麼要來 所以剛剛在講的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產業 除了少數像台積電或鴻海這種 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以外 其實是沒有什麼理由 讓外國人 優秀人才 願意為了收入來的 就是說我們台灣大部分的公司 是付不起在國際上 有競爭力的薪水的 所以我們沒辦法用比大比多去吸引他們來 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必須要用台灣的生活型態去吸引他們來 台灣自由多元開放的社會 台灣的生活成本是比較合理的 台灣是比較不會塞車的 台灣的高鐵是比較方便的 台灣的服務是比較好的 在台灣你可以得到比較好的周邊的支持 如果有這樣的生活型態 那些比較關注生活品質 而不是關注純粹收入高的外國人 他可能就會來台灣 而這些外國人 他可能是比較成熟有智慧的 所以我們吸引這種人來台灣 對台灣長期的人也是好的 那些不顧自己肺部的健康 想要去拿高薪的人 就送給北京就好了這樣 好 執行長這邊有沒有什麼樣的建議 對於吸引這種優質的高專業到台灣 或者甚至來關心台灣的一個創業生態系統 我覺得建民講得很對 我沒有什麼太多利益 OK 蔡偉這邊呢 其實當然是這樣子 因為在這裡面政府只要不擋路 我們現在真的不擋 專法也三讀了 但是我想大家會不會覺得 有來這邊是發揮社會影響力 我覺得像我這次去紐西蘭 參加他們世界企業大會 台灣照例是除了本國之外最大的團 他們對於台灣社會企業發展 其實感到非常濃厚的興趣 我們十個部會的人 然後有各種不同 四十個不同民間 包含原住民族的朋友去 但是呢 我覺得他們有一點是我們可以學習的 他們在各個方面 其實不一定有我們做得好 但有一點可以做學習 就是他們發一個很特殊的簽證 叫做Global Impact Visa 就是全球影響力簽證 這個它不是看你的身家多少 不是看你來這邊投資額多少 不是看什麼 而是它審核就是看你來這邊 解決紐西蘭的什麼社會問題 然後呢 你如果願意在紐西蘭 解決紐西蘭社會問題 你只要有那個能力 或那個track record 它就來幫你解決 像我實際去跟 Run他們這個program的人聊天 他就舉一個很最近的例子 因為紐西蘭的法院 按照他們跟原住民族一起寫出來的 那一部叫做 Watanaki條約 就是等於他們的憲法 原住民族的那個世界觀 必須要被他們法律尊重 那他們原住民族覺得 在紐西蘭第三大河 那一條河是有靈的 有那個河靈 所以它就變成法人 那這個在這個世界的法律制度上 是一個創舉 那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政府跟原住民族各派一個人 當這個河神的代言人 然後這個代言人 他可以在董事會有席位 他分紅可以用到那條河去 那條河被污染了 他可以說這個我的利益受損等等 所以這個其實是創造了一種 原住民族自治的一種新的法律架構 那可是不要說紐西蘭的 全世界懂這樣子的 法律創新的人 可能沒有多少個 那就剛好有一個說 好 那既然紐西蘭政府 有這樣子一種需求 我願意來這邊設置 恰當的這個法律架構 讓原住民族能夠更多的 用這種法人格的方法 來融入這個社會經濟等等 那所以他們就很高興地 發了簽證給他 那跟著那個簽證 就有所謂 Emma Hillary Foundation 就是他們爬到那個 聖母峰的那個登山家 在紐西蘭就是最好的意思 最好的什麼 都用那個當名字 那所以這位的這個Fellowship 他就變成整個紐西蘭社會 不是紐西蘭政府的一個Fellows 然後就投資一筆錢給他 然後讓他去進行 這種社會創新工作 那我相信如果我是那一個創業家 我去那邊我一定覺得說 那我就不會走了 對不對 我來這邊就是幫助紐西蘭 來解決紐西蘭問題 所有人都歡迎我 他們原住民族非常歡迎我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們接下來 不管是用延會或用續發展目標 去用我們原住民族這些社會創新 當作交流的目標 其實大家都可以多想一想 就是說那外國人來 他可能不是真的 不是為了搶工作 也不是為了高興 他是為了想要在這邊 有一些社會的影響力 而且他不一定是宗教的情操 像早期的一些傳教士或一些醫師 而是說他就是人生的自我實現 他需要這個這麼自由的地方 才能夠達成大概這樣 大概這樣 好 謝謝 我想我這邊有幾個那個 那個 Selido的一個問題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 剛好跟我們這個問題 是法規的問題 因為的確Uber跟Taxi 因為台灣很多的既得利益者 對很多的創新團隊要分享 事實上相對是蠻有阻礙的 那LBMB或者是旅館或民宿 那傳統旅行社 vs深度旅遊等 那台灣的法規當然看起來 是綁手綁腳 那能不能先推幾個 真的比較效果 讓大家感受到的一個 先釐清楚哪些 然後再來跑法案 就是說不是只是去改 但是就是說 有沒有哪些是一個優點 除了剛才一次說 國外人士到台灣之外 我想這是 Uber當然是 我們花了很大力氣解決 所以所有人在關心 就是未來的個案 我們不要花那麼大力氣 就把它解決 那我覺得像 這邊提到的傳統旅行社 這些其實都是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我們最近才剛 在V台灣這個平台上面 討論出一個叫做 平台經濟法規條式原則 那本來叫共享經濟法規條式原則 那本來叫共享經濟法規條式原則 可是因為V台灣是一個 就是對等式設定議程的地方 所以到我們線上 到我們現場的這種線上的諮詢 大家都說共享經濟與否 根本沒有辦法定義 我說我是他說他不是 這個幾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現在變成平台經濟 所以所有平台經濟相關的 接下來在它維持 基本的消費者保護 維持基本的資安 維持基本納稅這些的前提下 本來的這些規管都要去改 然後以前大家爭執最大的 就是什麼情況下 平台上要付跟服務提供者 一樣的法律責任 那這個有一個 第一次有一個很明確的 就是它如果是決定價格 它如果是就是有一些條件 那所以有了這個之後 我們就可以一個一個case來run 所以同樣的那個 進入的網站 就是Sandbox.org台灣 那或者是法治協號中心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個平台 大家都可以上去看 像我們接到心理事法 遠距域心理事 這個案子也都是透過這些平台 接過來的 所以我想接下來並不是由政府來說 我們要挑五個 而是先五個來報名的 我們就開始把資源放下去 那接下來在 除了現在已經有金融實驗條例在討論 以及年底的 無人載具上行實驗條例之外 這兩個如果順利過的時候 接下來還會有一個泛用性的 一般性的這個新創紗核的概念 可能是會寫到中小企業級 新創條例促進法的那個條例裡面 那那個想法就是在這邊就是說 各個地方政府 他真的可以去跟這些新創說 好那我就是六個月不來罰你 六個月讓你違法 違反一些法令規章 那但是作為代價 你要把你實驗出來的東西 讓整個社會知道 如果這不是好主意 你幫大家付了學費 但如果這是好主意 你就去增資了 我們法令就修改了 所以當然我還是往這個方向走 好 謝謝 這上面有 我想我們就挑前面三個問題來回答好了 因為這個票數最高 創業初期如何更有把握前進國際市場 去考量哪些重點 這個我想還是自身先來回答 好 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除非你是一個很有經驗的創業者 否則我會覺得創業初期 就進軍國際市場 很有可能是在跟自己過不去 就是說通常創業都是在一個小小的點 先找到突破 再慢慢把它擴大一個線一個面 所以即便是美國的新創公司 他們通常在創業初期 也都只是目標美國的單一市場 或甚至美國一個州 甚至美國一個城市 Uber剛開始也只有一個城市而已 那更何況說你在 你是在台灣土生土長 你不太了解外國的文化 你一開始就要面對國際 那到底是有多少國 然後你的產品要怎麼設計才可以滿足 同時滿足這麼多不同國家的人的需求 這其實是滿難的 所以我會覺得創業初期 可能是挑定一個 你覺得最有價值的市場 然後專心地去經營這個市場 是比較好的策略 但即便你是在台灣土生土長 也沒有代表說你第一個市場 一定要挑台灣 如果你現在覺得印尼這個市場 正在蓬勃發展 你要挑印尼 你現在就可以買個機票飛過去 然後就把印尼當作你的第一個市場 這的確是可以的 但你說需要考量哪些重點 如果你要選市場的話 大概是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這個市場的成長性 通常創業者盡量不要挑一個大而不成長的市場 因為大而不成長的市場 表示既得利益者通常都已經把市場分割了 比如說這個可能三國鼎立了 那你要在中間去找到縫隙是很難的 但如果是一個快速成長的市場 因為市場每天都有新的秉新的客人出來 你只要能夠去承接出來 承接住新的秉新的客人 就有機會成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要選市場的時候 我會覺得選你對那個市場很有熱忱 那個市場背後可能是一個問題 你對解決這個問題 或是幫某一群人解決問題 你很有熱忱 你人生就像剛剛和社講的 你的人生就覺得我這個下半輩子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熱忱很重要 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市場 你有沒有什麼不公平的競爭優勢 你天生有某種天生省利 或是你天生有某種特殊的能力 你在做這個市場的時候 你特別能夠擊敗競爭對手 如果有這幾個元素的話 很有可能是你挑市場滿重要 所以為什麼 如果你是台灣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那你做台灣市場 其實是有點優勢 因為比較了解台灣 那當你去做印尼市場的時候 你可能就比較劣勢 因為比較不了解印尼 但是如果你因為觀察了台灣 過去30年的經濟發展 你可以預測到 印尼未來30年的經濟可能也會怎麼發展 那你就有某種優勢 其實第二個問題已經被Block住了 我想大家能不能知道那個問題 就是KK Day的高速成長的原因 我想大家對KK Day的熟悉 如果不清楚我們就 KK Day高速成長的原因 是因為KK Day的創辦人陳明明 這是他第四個創業 第一個創業叫做Easy Travel 現在台灣最厲害的 旅遊訂機票跟訂房的網站 後來賣給了協程 第二次創業叫燦興旅遊 後來變成台灣一個很大的旅遊網站 叫IPO了 第三次他又把易肥網接手下來 又把它帶到IPO 所以當他做了三次之後 他對這個旅遊市場已經非常熟悉了 對一個怎麼樣管理一個快速成長的企業 也非常熟悉 對旅遊業要怎麼樣去開發產品 然後透過網路銷售給消費者也很熟悉 所以當他做到第四個KK Day的商業模式 雖然跟前面三個有點不一樣 他可以利用他前面三次的經驗 快速的讓KK Day長大 所以這也是剛才唐鳳在說的 就是說其實你第一次創業 小成功沒有關係 如果你又帶著這個經驗再去做一次 就變成中成功 再做一次就變成大成功 再做一次可能就變成無敵大成功 這個陳明明基本上這是他第四次 所以這次看起來應該是會是無敵大成功 好 我看這個連續創業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那我想最後一個問題 我想也比較硬一點 因為對於青創高等教育做好準備了嗎 因為本人的科系乃至於學校 依然看不到新時代的進入與轉化的 而我今天也是巧克萊 在場人事平均年齡保守也在35歲以上 這樣對青年真的有實質的幫助嗎 我想 是我問的 喔 OK 就是因為我今天來 我今天巧克萊 我現在有在試一試 但是就是我 我先講我的科系 我是正大環境 對 但是在我什麼科系裡面 我根本就沒有把學到任何新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的課程的設計 或者是學校的氛圍 就是我說的科系還低於學校 科系的氛圍還是以前的文化 新法英文 然後除非我是相同學院的 在我的接觸的朋友裡面 我一定是只有大學院的 他們才會碰的 他們才會碰的 甚至有很多碰的 他們都會碰的 所以就是我 我是覺得只有 反而略的 就是我會覺得 我的科系可能是這樣 那我學校 在哪裡 就是有大學院 他才有在接觸情況中 那 所以我會想說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 就像那個 有種歌 叫做Catholic Club 就是跟他講 所以我覺得Catholic Club 就是 都只是很重要的東西 就像 就是 類似性別人的畫面 就是 好像只是一個 不幹的概念 它只是一個 上面的人在 就是YuHoo 然後上面的人 就是坐在那裡 那邊 可是 我沒有辦法 從我的這個 習修 就我的性格 會不會想說 欸 老實假裝 這樣 要不要來 甚至連這場 活動的習慣 都在比例上 那在場的人 有多少是這樣的 所以他的時間 更好 就是我們都紅到 所以就是他有 直播好 知道也有什麼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好像 對我而言 我必須得是 我要信心的現實 我才有辦法 去搜尋 各種資料 甚至我聯繫發說 有其他資料 我能夠做得來 那 現場的主持是 記憶體 在我們學校 那 他不是很神力的 運到我們 跟我們做 你們的 時代的 那 他也是 甚至各種 或是中文系 這類型 都應該有很好的 做我們學校 謝謝 這是我聽到的一個問題 好 我覺得問題蠻好的 我想 我們那個 子音長 嗯 你的心情 我完全可以想像 因為我也是政大的 然後我也不是商學院的 然後 我當年跟你還蠻像的 OK 但是 其實我 我簡單回答你一個問題 其實 我在用人的時候 我最喜歡用 什麼人 你知道嗎 我最喜歡用那個 自己學出來的 不是那個本科系的 舉例來講 比如說我要一個 IT的Coding人員 如果我發覺有一個人 他不是 不是 不是念那個 資管的 但是他自己學出來了 我最喜歡用這種人 為什麼 因為用這種人 他有一種 莫名的憧憬跟 瘋狂的這個 情感 最後他會得到 他最好的這個結果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意思就是說 你這樣講 你如果想創業 你如果期待這個國家 這個社會 這個政府 都已經營造了一個 非常良好的創業環境 可以讓你好好發揮 我認為 這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跟我一向 對政府不太有高的期待 這個是 但是呢 雖然環境對你不利 雖然制度對你不利 雖然政府對你不利 但是我認為 你要強調自我救贖 這是容易的 因為 你只要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非本科系 然後對那個事情 有莫名的衝動 跟莫名的投入 最後會得到一個 最好的這個結果 我覺得那個是很容易的 那個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只要有這個心 去做所有的這種事的話 你可以學會所有的東西 你從現在開始去學Fintech 我可以告訴你 你三個月 六個月就會有很好的這個結果 真的 這是我相信的事 所以我覺得 不要去怪環境 不要去怪政府 不要去看那些東西 那些東西 有的話對你是加分 沒有的話 這是你的原罪跟宿命 謝謝 河瑟這樣講 我突然有一個領悟耶 我發現我們的政府用心良苦 他把教育做得這麼爛 原來是要讓我們去做非本科系的事情 然後每個都當有熱情的人這樣 我們教育部真的太感人了 我們給鄭偉回答一個回答的機會 按照爵密的邏輯就是 我那時候的那個提罰 應食教育都是因為我這樣可以做教育改革 一切都可以做各種不同的解讀 但是我滿高興你今天來的 說真的 我想直播也只是一部分 很多人是回來看錄影的 那這些都是實際的一些因素 那也很高興你剛剛等於是 希望幫青年署做志工了嘛 對不對 幫忙傳遞一些未來的訊息 我覺得這些才是可貴的啦 因為如果大家是等待著 全部都安排好的話 其實到最後你自己想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反而是沒有那麼確定 那但是你剛剛這樣子問 其實就讓大家比較看得出來 你想要做什麼 那還是同一件事 就是政府不要擋路就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就是 到某個學系之後 他才發現說 欸不對我需要的東西 是在別的學系 他可能還在同一個學院 或同一個學校裡 但是他也就是有轉系考啊 這些很奇怪的東西 那不過以我理解 現在有在考慮修法了嘛 就是說不管是所謂的 學院實體化 還是所謂的這個 自己打造自己的學程 就是你最後拿到 那張畢業證書上面 講的是你修習了哪些模組 而不是這個一定是 卡在同一個學系 這些不管學業受語法 這些東西 其實都是我們之前在 就是教改那時候 講了非常久的東西 那現在一步一步的 有在落實 所以制度並不是沒有在改的 但是制度改了 你如果不去善用的話 那就跟沒有改一樣 所以這是一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覺得如果你現在去 學Smart Contract 比如說你裝個以太坊 然後開始寫一些契約 你就會發現說 你的法律訓練 你的基本法學訓練 並沒有白學 因為其實後面是一樣的東西 現在在寫這些智能合約 跟你用一般的就是民事訴訟的 那些概念去寫合約 並沒有什麼兩樣 所以你也沒有浪費時間 只是說你學到的東西 你現在想要有額外的新的應用 而這個新的應用 其實全世界沒有幾個人懂 因為這個東西都是 甚至連做的人 Vitalik Buterin這些人 自己都是邊做邊摸索 所以像在這個時候 就是最好時候 因為沒有人能夠出來說 我學這個30年了 所以我想就是一直挑 這樣子新的題目 而這些新的題目 其實真的沒有對錯 你做到哪裡算哪裡 那重點就是說 自己在做的過程裡面 是很有趣的 然後也願意分享給別人 慢慢就會有一個社群 這個是不會受到 你的吸索的限制 好 謝謝 我想我們還是要給青年署 一個鼓掌 因為我覺得他們是市場來 也是從南到北到處去 但是我想這個 因為大家其實對政府的期待 是很大的 所以當然就是說 希望這個政府 在某些地方是比較有效率 或者能夠做他們想要的事情 但是今天非常謝謝我們三位 panel的那個 無私的分享 那謝謝鄭偉 謝謝資金長 謝謝志成 謝謝大家 好 讓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 謝謝 謝謝三位講者 還有黃老師 來 那我們合照好嗎 署長一起吧 對 謝謝 謝謝教育部 今年發展署舍 羅署長 還有呢 很多部會的局處的長官 一直在現場 幫助我們指揮調度 因為我們除了這邊的話 我們倉庫那邊 也有一個活動 同步在進行 對 謝謝 真的 今天美好的午後時光 我們在這邊 確實達成了分享 還有交流 謝謝同學 謝謝在場的每一位嘉賓 給我們的回饋 這些問題呢 我們也都會帶回去 進一步的呢 希望成為 有助於我們行作政策 更好的一個交流 那明天呢 其實下午1點半 在文皇東方酒店 也有一個 新創國際論壇的一個活動 特別邀請到了 細谷邦的創業家 來到我們台灣 讓我們可以有更進一步的 國際的視野的一個交流跟分享 關注創創點火器的夥伴們 千萬不要錯過了 明天的活動 如果可行的話 也歡迎您來到現場參加 也請您幫助我們填寫問卷 讓我們收集更多屬於你的聲音 創創點火器 我們下次見 謝謝大家 謝謝拜拜 我們下次見 有趣的 除氏 也會坐在這裡 有趣的